糟糕了!糟糕了! 鑛屎金色糖令又杀到了! 今天晚上晚上就吃午飯了! 不如下午那餐吃好一點吧! 是的!吃飽一點! 塞滿這個肚子! 那就可以一餐還是兩餐了! 沒錯! 所以這次我們去了一間平價的點心放題 128元就可以任吃90分鐘 還有四間分店 僅有一間在左近 不用說了,馬上跟大家開餐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在旺角的西边 也可以在奥运站下车 难道这里是不是很熟口面呢 对呀 预名园嘛 很多人介绍过啦 但我们出名银尖 怎样都要亲身试过才好吃 酒楼位于新九龙广场的一楼 其实还有其他三间分店 都提供点心放题的优惠 分别是荔枝国 将军路和香港仔 他就不是专门做点心放题的 同时都有得散喊的 上到他发现那么多街坊在等位 心就定了 起码街坊觉得有质素才会等位的 同场有另外一间连锁酒楼 不用排队直接就可以入座了 说回价钱先 上网去这个Together订位便宜点的 是128元 星期六日和公众假期就会加20元 去到现场要再给查钱和加一 总计就是每人153元 点心放题来说就很便宜了 我们是准时两点钟到的 很快就安排到座位了 一次过打了几十人的尖 快过晒出面等散喊的朋友 给大家看下个menu的同时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是免费的 按下旁边的钟仔 我们一有最新的食评 你就会收到通知了 只有90分钟 要分秒必真 很快就叫了几个点心 那它上菜的速度都很快的 不用担心它拖腿时间 这个是牛肉肠 表面就很多倒汗水 应该是一早蒸好了 就用个盖盖着保温 怪不得这么快上菜了 亦都因为蒸好一段时间 快皮就干了一点 不过皮就不算很厚 咸料也都很多 叉烧肠同样都是很多倒汗水 腸粉的质地都不错的 不过叉烧馅就没什么物汁的甜味了 和普通的猪肉丝差不多 两款我都觉得OK的 主要都是倒汗水的问题 不过其实皮不厚 已经很好 就好了 看看炸物 这个炸豆腐很够干身 很硬正 它的脆脏不会很厚 做得非常之好 至于旁边的鱿鱼酥就很脆了 咬口是爽爽腥的 而且很够味 七味粉和椒盐 不放得够份量 这两款我们之后也有再加单 煎萝卜糕 最怕就是它一块粉 这里就不会的 好足料 有好多萝卜粒在一面 而腊味也有少量的 这个就不错 炸到凍凍的长春卷就很够热 其实春卷热就好吃了 它的猪肉馅都有肉汁 不会炸得太干 馅料也不会太单 有些菜在里面 吃完香口的东西 就试试喝茶必爱的精点心 当然不少得回本位虾饺 一笼有四只 每个都很饱满 它里面有一只大虾 再拌一些虾碎 都挺平均的 底下这个是菜苗饺来的 看到饺皮不会很厚 里面是白菜碎来的 不会说剁得很小 它的蒜头味不会很浓 味会轻一点 都不错 另一个回本位 就当然是烧米 每个都大粒 吃下的肉都挺弹牙的 但肉汁就不多 好像一块干了的猪肉饼 我就觉得虾饺会好吃 这块看上去鱼翅饺饺的物体 其实是香西马蹄 这块鱼翅饺 里面就有木耳丝 红萝卜丝 其实都十足如刺饺的馅 这个点心放题 每位是会包一个拼盘 和灌汤饺 它无声无息就放下了 完全没有预告 搞到我们都吃不切 灌汤饺是鱼汤底的 平时多数都是鸡汤底的 它有瑶柱粒 也挺多 还有些蟹柳碎 也是挺典型的灌汤饺饺料 不过汤底 我就觉得配鱼汤有点怪怪的 这个炸物红红的 很有甜品feel 我初初以为它会是煎堆或年糕 吃下就以为它是鱼蛋 看看菜单才知道原来是鱼鱼球 不过它鱼鱼的味道 接近是零 其实它还有些芝心 不过桌面实在太多食物了 我们就放冰了 芝士就不留心了 拼盘里面还有这个 啤梨状的物体 其实就是咸水果 我们就不知道 搞到重复 叫了一个普通的咸水果 其实两款的味道一模一样 不用再咸了 你一定很奇怪 为什么又拍多次炸鱼鱼呢 因为好吃所以加单 但是这次上菜 炸鱼鱼就不同了 同一间酒楼竟然有两种炸法 刚才就是港式的椒盐 而这个就像是英国 Fish and Chips 的 啤酒空气炸皮 不知你又喜欢哪一种多点呢 那当然是第一轮港式的好吃点 因为段时间がう 渡把蜂さ Finish and Chips 的炸酱 很容易跟本体分离了 食饭sehen好像两样东西 而且回油后不够脆 还吃到有点滋滋 anche 这次加单除了炸食材 比较快地上菜之外 其他点心都要等3-4个部位 3点搭2个左右 才陆陆上檯 剁 BY 20 分钟 大家就吃得急了 这个粉果皮初初以为会很厚 但咬开又OK 里面的问题就是猪肉少了些 主要是沙割 这一款是柏蒜是味苦皮椒 炸得非常油 它没有去里面的纸 将辣味完全保留 好难得适合我这些喜欢吃辣的人 我就叫了这个海黄酱蒸凤爪 这个sok已经吃了两只了 底下还有三只,份量多少 它就不会蒸到脱头脱骨 汁也够惹味 平时吃点心放堤 见到粥粉面饭都是skip的 但到目前为止都满意点心质素 于是就叫鲍鱼汁不沽鸡粒炆饭试下 怎知就试到全日唯一一个清得上烂饭的食物 它好像一坨烂饭一样 好像在饭煲中直接放些汁去煮 没有鲍鱼味的 主要是些酱油味而已 料亦都极少 你见不来不去都是熟米 最后就叫了几款甜品 想不到除了某快餐店有理想与现实之外 酒楼都一样有 现实中的椰汁糕切到一颜一忽 紫薯的部分不是太成型 但也挺好吃的 它的质感很轻型 甜味也挺自然的 姜汁千层糕就是凍食的 我觉得就不太夹了 姜是用来驱寒的 那当然热食会更好吃 整体来说 这间酒楼是水涨以上的 虾饺和粉的皮都很薄 和普遍的食物上桌都是新鲜滚热的 炸鱿鱼和炸豆腐 我们直接叫了两次 难怪这么多街坊排队 如果你不是特别大食 觉得放题会亏给它 其实我觉得散爱都吃得过 而环境就是一般街坊酒楼 比较嘈杂一点 不时你都会听到 碗碟碰撞的声音 如果你想要环境舒适一点 有情调一点的点心放题 可以按回右上角 看回我们之前的影片 刚才提过的点心放题 暂时有四间分店 我们上餐厅的Facebook 看到 由1月24日开始 荃湾和元朗分店 都会提供点心放题 那就真是住哪里都吃到 最近晚上没有糖吃 我们都会介绍多点午餐和下午茶 希望大家会继续留意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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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